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最近報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 有八成以上的家長 在疫情的影響下 令到學習中的子女出現情緒問題 超過一成的小朋友 每天都會出現情緒低落 甚至是絕望 現在他們在調查工作社的教育學院 調查一些 中小學和幼稚園的家長 在說幼稚園 因為過往幾年在疫情之下 令到小朋友或學生 在上學的情況上 完全大大改變了 又只能在網上上課 和人的接觸完全斷絕了 在他們的調查中 超過了 有13.65%的家長 所說的子女 幾乎每天都對任何事 不感到興趣 亦不想去做 不感到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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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9.58% 每天都會有情緒低落 抑鬱 甚至是絕望的感覺 而有5.42% 是完全不願意和其他人 或害怕接觸到其他人的問題 提到情緒和抑鬱症 之前在網台上 如果有收聽的觀眾都知道 我們時不時會有提及 但始終這個問題 對於很多人 很多時候 他們覺得未必會發生在我們 但根據調查報告顯示 很容易在我們身邊的人 甚至認識的朋友和家人 都會出現過情緒的問題 看看我們如何拿捏 能否及早幫助他們處理 例如早前 有著名歌星Coculi 在報道中 也有提及抑鬱症 或者在藝人方面 也有很多位 承認他們曾患上抑鬱症 而在另一個調查報告中 最新的那些是去年 香港的自殺比率人數 远远超升了很高 差不多平均每天 有三位人士自殺 聽到這個報道中 而今次的調查 還針對中小學 甚至幼稚園 甚至幼稚園的家長 都出現了這麼嚴重的問題 甚至幼稚園 甚至現在有些家長說 疫情回復後 可能每星期有兩三天 在家居工作 但完全分析不到 為何他們的子女 會受到情緒 抑鬱症 甚至出現絕望的問題 如果袁先生 在你的臨床上 如果真的發現身邊有人 有這些情緒 出現了抑鬱症 其實在這麼緊急的情況下 你臨床上有沒有什麼方法 或者什麼療劑 可以介紹給我們的聽眾 讓他們可以幫助病患者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香港的自殺情況 是這麼嚴重的 你也想不到 偶爾有一個寫報紙 看到某個地方 有人商場跳下來 我自己有一個朋友 在商場工作 他也是在拍推廣 他有一次親身經歷到 有一個人 從商場上跳下來 一直看著他跌下來 腦袋都打開了 他嚇到他一輪 害怕了幾天 所以這些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認識的人 因為其實也挺多 不是想像中的 其實香港差不多每年 每年都成千多人 成功自殺 每天都差不多成三位 所以我過去也不斷聽過這些事故 也有機會處理一下這些問題 情緒的低落 甚至曾經去企圖自殺 所以在同學療法 其實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 我最近有一個兒子 我兒子突然告訴他 他最近自殺了 我都很驚訝 因為我認識那個小朋友 很nice 高高大大英俊 為何會發生在他身上 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在外國讀書回來 突然間會跳樓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是經常性發生的 但是很多時候很明顯 很多家人 或者親近的人 沒有遺疑 原來他們出現情緒低落 有自殺的危機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般 一般人如果有情緒低落 你會看到他有什麼症狀 因為他們未必會告訴你 我現在情緒很低落 想自殺 有些人都會說 但很多人是不會說的 所以你要自己去洞察他 有他平時的行為 第一件事 你會發現他突然間胃口差了 體重銳減 或者胃口突然間無緣故 都增加了 體重增加 這兩件事 就是對平時的飲食習慣改了 第二 失眠 或者是經常睡覺 睡得不夠 床上不想起床 不想離開床 第三 就是情緒那方面 很激黃 很激動 或者很愛濟 沒有反應那種感覺 第四 就是對很多平時的活動 的興趣都沒有了 很多平時喜歡做的活動都停頓了 或者是性慾那方面 灶減得很厲害 第五 就是沒有精力 經常感覺很累 第六 就是感覺自我價值全差 自我形象 經常自己集罵自己 經常覺得自己犯錯事 做錯事 就是懷孕這些情況 第三 就是思考方面 集中力開始有問題了 當然第八 就是經常想到死 等一等一等一自殺 通常 如果你看到 我剛才所說的八點 出現四五點 基本上很明顯 有情緒低落 有四點 就可能 在醫學上 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一種是情緒的 對外侵犯的動力 向入面 本來是coaggressive 這種情緒 向入面 向自己 内向了 第二 可能是因為失落了 人生的失落 可能是財產的失落 第三 當然是人際关系出現問題 第四 就是身體上某些 安泰出現問題 例如清素不足 这是现在对情绪低落的四种模式 在同外疗法 当然 通常应用在第一二三 比较多些 如果身体的 Biogenic Amean 就是Serotonin 血清素不足 同外疗法 就没什么在这方面去着手 这是比较西医的做法 其他西医都用这个方法 给很多药 对付这方面的血清素 但是在同外疗法 就是会根据其他因素 在我们医疗的 我们叫做reparatory 的字典里面 我们记录了 这个情绪低落的尿剂 是几百种 是很多很多 因为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经常遇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尿剂 当然要视乎情况 譬如有些疗剂 譬如有些疗剂是因为情绪低落 但同时是没有了旌旗 就是没有了旌旗之下的情绪低落 根本也有七八个疗剂 有些是因为愤怒被人击刺 生气了之后没有多久情绪低落 根本也有几种主要疗剂 有些是因为焦虑 有些可能听到一些坏消息 引发 有些是因为事业工作上的财产金钱损失 也有些是因为有癌症 令他好情绪低落 也有些情况是因为生了10元 和荷尔蒙的冲击有关 有些是因为受寒的环境之下 有些是因为受寒的环境之下 有些情况是安慰不到的 你说什么都对他无动于衷 有很多疗剂 有十几只疗剂 也有些疗剂 因为他失望 通常有些人制的失望 令到情绪严重低落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去看情况 什么令到他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是因为失恋 比较常见 因为失恋 当然情绪低落失恋 比较常有很多 多了十几只疗剂 处理这些问题 也有些是因为性无能 不举 有些人也是因为这个状态 令到他的情绪低落 也有些是受伤 身体受伤 或者头部受伤 撞到头部 接着他就情绪低落 也有些是根源期出现的 根源期出现 有根源期的疗剂 就是当时的处境的疗剂 也有些是跟他经期来之前 他特别是情绪低落 在同样的疗剂 在我们用疗剂 可以配搭他当时发生什么事 在他身上 而我们就找到这个疗剂 明白 好了 我刚才说 很多情况可能有些紧急 有些家人知道 他家里有小朋友 或者有家人 有这些自杀的念头 很屈满 跟他聊天 他不是很想跟你说 很紧张 有些病人都会提及这个问题 叫我 怎么算好 很怕他家里的亲人 会出现自杀的问题 我通常第一个疗剂 大家记住这个疗剂 有深层抑鬱 还有自杀倾向 这些人 通常是平时工作方面 有很深负重任 可能是公司的大老板 有很多伙计 跟着公司的财政上出现问题 或者可能他金钱损失得很厉害 搞到他都要自杀 这些很典型的 跟金钱有关系 但是 Oram可以这样说 无论什么情况下 如果你的感觉有个人有这个倾向 有你没有 你先放下来 可能知道他这段时间 可能情绪都很波动 而可能交谈 觉得他可能去到一个死胡同 想自己解决了 觉得以自杀 可能是问题 不再去想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 是很深层 就是他什么都不想 总之是一个很阴暗的自杀念头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 你记住 就丢一下Oram Oram 我们通常会用30C 200C 不用多的 有时在饮用方面 你就丢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No.1 如果大家什么都没有 就记住考虑这个疗剂 好了 还有其他比较常见的疗剂 比如失暖 因为失暖很激动 心情很激黄 很有矛盾 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有急性疗剂 就是Ignatia Ignatia Amara 这是急性用的 通常因为失暖的问题 男女关系的问题 很多时候有这个原因 就是Ignatia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你们可以记住的 就是Nature Muriaticum 那个炎 炎 炎是比较深层的 炎的人通常受悲哀的事故 可能被欺骗过 总之受了不开心的事 他就会把不开心的怒记在心里 他不会忘记 总之他未必会说出来 他也不会哭出来 但是他深层之间 他过去有些不开心的事 他难以释怀 这种状态 记住是Nature Muriaticum Nature Muriaticum 当然他平时吃饭都会吃咸些 他人都比较瘦瘦 颈部比较瘦瘦瘦瘦的 还有一个情况 出现情绪低落 是与荷尔蒙有关的 如果是年轻的女性 比如开始有惊奇来 出现情绪波动 很容易哭哭哭 总之他不开心 但也很容易表露出他不开心 这个就是白头翁 Paul Sattela Nigra 但如果是更年期的情况之下 出现情绪低落 或者是金钱的出现问题 比较年纪大的人 尤其是女性 我就用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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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就是Lycopodium 石虫 石虫就是年轻的人 他自己自我形象很高 不需要遇到失败 便会出现这些古怪的情况 还有一个疗剂 是青春期用的 是Macanella 其实同样疗法的疗剂 其实也挺多的 所以我们也要视乎 那个病人当时的处境 会配一些不同的疗剂 还有一个 我要跟大家讲 Semi-Seph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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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是女性 跟根延期 荷尔蒙有些关系 Semi-Sephuga 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他会告诉你 他那种情绪低落 是好像乌云盖顶 中国人所谓乌云盖顶 真的 他是这样的感觉 他那种情绪低落 的感觉好像乌云盖顶 还有一个疗剂 我曾经提及 有些人当他情绪低落 时累都离开 什么都没有兴趣 所以平时做的事完全没有兴趣 就是背着床 不想起床 这个疗剂就是 淋酸 phosphoric acid 淋酸 其实和疗化的疗剂 对付情绪低落 自杀 都有很多 临床的经验 所以希望大家认识和疗化 如果懂得用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我曾经所讲的黄金 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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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 现今西医的精神科科学上 其实他们用了四点来评定 究竟病人或病患者是否属于情绪 或者是属于精神科 他们只是用血清素的药物去控制他们 但是其实到尾不是一个治疗到 或者是可以有效的方法 因为血清素的问题 在医学上曾经做过研究 譬如他将人的血清素尽量减低 反而没有帮助 他不会说你的血清素低了 你就情绪低落了 又没有 他也将血清素增加 也没有帮助 虽然理论是这样讲血清素 A-min 但是在临床上 他根本没有准则 何位高何位低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的 所以其实就是说 变了就算了解到 家人可能了解到 自己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个问题 但是也好像没有办法 你让他吃了一样东西 他好像吃着 但是一样又不可以看到他有好转 而且可能吃着的时候还提心吊胆 经过今天袁医生和我们分享介绍 希望大家了解到 在临床上 同理疗法是可以帮助到很多症状 当然想详细去达到一个传誉的效果 当然要找个有经验 也有资历 例如袁医生也帮大家去跟 但是手头上 如果真的有时察觉到 如果家人有这些问题 都可以被用 刚才所说的 黄金医生也帮助到 刚才所说的 黄金医生也帮助到 哪有时 就是先吃了一剂 看到他 就稳定了 或者起码当下那一刻 很紧急的时候 都已经静下来 让他安静了 冷静了 才不会去到更差的情况 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故 所以希望大家 听完我的节目之后 都去处备一些疗剂 我们已经深不断在网台上 分享他的临床经验 希望帮助大家 可以在一个紧急的状况之后 立刻有疗剂 可以做到一个及早治疗的功效 不会错过黄金治疗期 所以疗剂在家里有备活患 如果大家想有其他问题 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购买我们刚才提及的 疗剂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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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